刘德华女儿正面照片惨遭曝光 天仙样貌才是朱丽倩的真正筹码 刘德华自从当了父亲以后 就专心致志地在家中带起了女儿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他的妻子朱丽倩曾经心甘情愿地 在她背后藏了21年 2009年刘德华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那就是和妻子朱丽倩登记结婚 朱丽倩虽然是马来西亚的一位富家小姐 不过和一个知名巨星谈恋爱 还是受了很多的委屈 其中有一点就是包括 她不能够和刘德华当着众人的面一起出现 避免狗仔抓到刘德华的把柄 给他带来名誉上的损失 为了能够逃过狗仔对这位巨星的追击 朱丽倩去见刘德华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 她不能够去探班 也不能够去了解刘德华生意上的事情 甚至当朋友的面前提起刘德华这个名字的时候 朱丽倩也只能坐在一旁默默地停着 不过朱丽倩也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 在和刘德华结婚三年以后 2012年5月9日 朱丽倩在一月给刘德华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个孩子的隐私一直被夫妻二人保护得很好 近日 有人曝光了刘德华和朱丽倩女儿的真实长相 从照片中看来 这个女孩不仅遗传了自己母亲的美貌 而且还蹦蹦跳跳伸手刘德华的宠爱 这个孩子不但担保住了朱丽倩在刘家的地位 也让她成功从背后的女人变成了明面上的天王嫂 其实从朱丽倩的上位时也能够得知 在前20年的时间 她一直是一个隐形人的身份 刘德华既不愿意给她一个名粉 又想要金屋藏娇 光是这样的煎熬也不是一般的女子能够忍受的 可是在结婚以后 朱丽倩却马上抓住机会 生下了一个貌若天香的女儿 任何一个人一旦有了孩子 对家庭想必都会多起分期盼和羁绊 而朱丽倩也正是用这种办法 成功留住了刘德华的心 无论外面的世事如何变迁 只要她手握女儿 就能够一直坐稳刘太太的位置 很多人都感觉朱丽倩并没有表面上 表现出来的那么没有心机和爱刘德华 她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想要保住自己的名位而已 否则 她也就不会生了孩子以后 还能够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么多的委屈 即使被放在明面上她的身份 也不会有任何的动摇 只能说孩子让她在刘家站稳了脚跟 并且保证刘德华不可能离开 大家认为朱丽倩是不是为了孩子 才隐忍20多年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